美悲觀主義者 這次摘了一個大根口喔 大家也不要以為他賣好就溫掉了 你不要以為這樣喔 任何一加一都會有摩擦損失 柯文哲一定是天人交戰 昨天柯文哲就在表示說他心神不擬嘛 因為他知道下架林敬堂 是何等重要的歷史任務 兩岸不要戰爭 這壓力實在太大了 我認為侯志穎也一樣啦 大家知道說這樣堅持就會破局 雙方都顧大局啦 所謂誤差範圍內讓國民黨 那就是柯文哲陣營上也承認 國民黨確實有政黨實力嘛 而且這個選舉到最後 各縣市的大型造勢 那那個真的是需要政黨動員的啦 非常非常佩服這個 馬總統這個 還有我們今天與會的三位的 集體智慧 那柯文哲當然是有做了讓步啦 就看得出來 我想亮哥也不是隨隨便便就翻車的人喔 那其實你在做出這樣子一個結論的時候 一定是有所本 那也跟你這幾天有去平凡的上民眾黨那邊的節目也有關 聽到的風聲本來都認為好像會各自選到底啊 對 昨天柯文哲就在表示說他心神不擬嘛 因為他知道下架民進黨是何等重要的歷史任務 那可是因為政黨的情節嘛 你看看他聯合報昨天那個民調啊 如果是柯侯沛 那國民黨願意支持柯侯沛的只有66% 那如果是柯侯沛那 國民黨願意支持是66% 那如果是侯柯沛 那柯粉民眾黨願意支持的只有55% 那你就知道這裡有政黨心結 產生了嘛 那當然也凸顯出民眾黨的支持者就是 自主性更強嘛 所以這個當然也反映在 因為據我了解柯文哲昨天晚上有打給每一個中常委 因為要慢慢去跟他們疏通一下 不是不是他也不想都自己決定啦 就有一個徵詢意見的過程這樣 所以我快速的念了一下 剛剛在四個人見完之後呢 出來的聲明 聲明是兩黨的協商共識 第一點由馬前總統 國民黨民眾黨 各推薦一位的民調統計專家 不過這位專家不是接下來要操作 幫忙做民調 不是他們是要去做後半部 這些要搭配一起看哦 第二點是由民調統計專家檢視評估 從11月7號到11月17號 換句話說到這個禮拜五 有10天的這個期間的這些民調裡面 社會各界公佈的民調結果 還有國民黨民眾黨會各提供一份 內參民調的結果 全部一起納進去看 再來第三點 雙方同意如果超過統計誤差的話 會由勝者得一點 如果在統計誤差範圍內 會由侯科配得一點 對 第四點會在11月18號 禮拜六的早上 就會在馬英九基金會來公佈結果 第五點藍白河之後 兩黨會共同組成競選委員會 全力的服選總統 就是正副總統候選人 以及兩黨推薦的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不分區政黨票 又各黨各自努力 好 最後一點是 國民黨跟民眾黨在馬前總統的見證之下 為了台灣第三波的民主改革建立典範 好這是重點了 必須成立聯合政府 除了國防外交兩岸有總統決定 其餘部會原則上依各黨成立的這個 各黨派立委的席次來分配 那民眾黨主責監督制衡 國民黨主責建設發展 全部講完了 來亮哥你剛看完這份聲明之後 你自己的解讀呢 這個明顯是民眾黨讓步啦 聽說 我們戰狼小姐姐淚嫂當場 麥卡在哪裡我告訴你 麥卡有兩個地方 因為已經做過的民調 從7號到14號 那就是已經做過的嘛 已經做過的民調 他應該是只要公佈就算嘛對不對 那只要公佈就算 我認為兩邊沒有落差太大 那可是呢就是說接下來 我們從15號起算16 17 這三天做的民調 今天明天後天 對對對對 那比較有資源的單位就會立刻趕快 請各民調公司趕快做 來這個你看到他上面的這個群組名稱 是賴清德的2024總統之友會 裡面有大概1000多人的群組 然後我已經把這個號召人給馬賽克了 不過裡面就有寫到 在台灣的朋友們請注意哦 藍百合的民調可能會隨時的進行一些啟動啊 所以大家接到電話一定要唯一支持侯友宜 讓柯文哲無法在民調當中勝出 那他們認為因為侯友宜對決賴清德 賴清德的勝率是不是比較高 所以這樣的動員已經開始了 這個當然這個可能也只是網友個人意見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看會不會鋪天蓋地 到處都是這樣的文 因為很多文都是照貼嘛 那如果是那就表示綠營在動員對不對 那目前只看到一個嘛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 因為你要動員你總是要宣傳嘛 那以我們對網路的瞭解 我們一定找得到的啦 我先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後續 15 16 17做的民調 那有資源的單位他當然就會開始 趕快請你的民調的朋友趕快做民調 那搶在這個17號之前公布嘛 對不對 這是一種 那 這個基本上新增的民調 我認為對侯會比較有利 因為國民黨這件事的民調公司真的比較多 比較多 至少我知道美麗島一定還有追蹤民調 美麗島民調是每天做 他一定會納入 因為他是在這幾天還是會做 可是美麗島民調 兩個人已經差不多了 對 那 這是一個部分啦 那第二個部分是 他 贏只算一分啊 而不是算民調的實質差距 他算這一點 對 只有1分 對對對 比如說柯文哲 假設領先侯友宜 5% 價值算1分 對 就算1分 那誤差範圍內還是算侯友宜 對就是侯柯佩 所以基本上 馬英九 他是 採取了柯文哲的方案 就說我在誤差範圍內就算你贏嘛 那可是 他的祭典方式是 不是就民調的實質差距祭典 而是就 你贏就1分 不管你贏多少民調都是1分這樣 對 對 那 所以這兩個規則加起來你就知道 其實對侯是 稍微有利啦 稍微有利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不重要啦 因為 我坦白說啦 我所了解的狀況 2004年宋楚瑜民調也是贏連戰 那宋楚瑜為什麼願意讓連戰 先當第一任 對 不過他們兩個的協商是這樣就是 連戰只做一屆 那 那個宋楚瑜就只要當選的話 連戰只做一屆 那宋就去接國民黨主席 那確保宋可以選下一屆 不過因為那是同黨啊 那沒辦法啦 我覺得昨天 柯文哲一定是天人交戰 因為 他感受到這個 下架民進黨 政黨倫敵的壓力實在太大了 那兩岸不要戰爭 這個壓力實在太大了 我認為侯正宜也一樣啦 不然以昨天我們聽到的訊息 我看 諸侯金都不滿意滿久吧 對不對 對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有一題 會專門談今天早上 在談的時間釋出的那一份 而且本來不是政黨支持的路 一定要強調嗎對不對 那因為這個只要強調就破局嘛 今天我們在這份聲明裡面 完全就再也沒有看到 政黨支持度 或政黨比 或者是什麼民主出選 德國方案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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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這個當然也可以說是 大家知道說這樣堅持就會破局啊 那還是 就全民調部分來 這個 來尋求那個嘛 尋求共識嘛 現在看起來這個聲明都出來了 我還有可能會在某一個時間 簽名突然出現破局嗎 不會了吧 現在的禮拜六公佈的結果 只是在於誰贈誰負了 因為這四個人 都是決策者 所以 不可能啊 你 你個別立委可能會有不滿啊 那個別黨人可能有不滿 可是沒有辦法推翻了啦 因為 連 下面有簽名呢 下面有簽名呢 你不要忘了 對啊 所以 這個就是 簡單講就是雙方都顧大局了 對啊 那 所謂誤差範圍內讓國民黨 那就是柯文哲陣營上也承認 國民黨確實有政黨實力嘛 而且這個選舉到最後 你也知道嘛 就是 各縣市的大型造勢 那那個真的是需要政黨動員的啦 因為民進黨起跳都是3萬人啊 你要弄出那個場嘛 那還有第二個就是 你要建立在 各個基層的吹票系統 那個真的跟組織有關啦 所以你 你也許 那個 你決定投給誰啊 那這個 候選人因素當然是最重要的 這我同意啦 啊可是如果是吹票 選舉造勢的動員 那組織真的是蠻重要 大家也不要以為藍白河的溫調耶 你不要以為這樣喔 因為 任何一加一啊 都會有摩擦損失 是 比如說就有人在說不爽啊 中間會掉一點 我的人沒讓正的嘛 不爽嘛 那可是 到最後亮出來的是 我們隨便講好了啦 假設是猴柯 或柯猴 你對上的是賴蕭嘛 對啊 那你不投他們 那要投賴蕭嘛 你不投他們等於投他了啦 是啊 你不用出來投了啦 所以這種聲音一定會出現啦 因為 這次就變成 應該就不是撒卡路嘛 對 是兩個人對決 那其他來 應該是 來登記的都是賠選啦 說實在 對對對 那 基本上就 這種對決姿態這麼明顯 你不投假 事實上就是在支持你了啦 非黑即白的一提額 當然是這樣啦 更不要說你去搞廢票 意思一樣 對 你搞廢票也是 支持的對手 對 就是就變成這樣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客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時 客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客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客費有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試駕下單 ……… … … …… 沒有… 問題沒有問題 …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